好 好 还没笔 一脚从里面冲了 一定要 解吧 没事 你身上的可爱劲怎么保持呢 没什么可思议 我可爱 都是这么可爱 我觉得真的是 就是被那个什么 是有时候在想 因为你们就是 是你跟我说 你妈妈跟我说 会动人的事 说你想说 你爸爸不是老 带你去看城墙吗 旁的那个 带你去分阳 带你去看城墙 带你去看西洋 我觉得可好 那个感觉 我父亲比较情感丰富 他这个情感丰富 我觉得是几部分吧 一个分他自己也是个诗人 对 然后 他写作挺多的 然后 情感比较细 你再一个 跟他的挫折有关 对 因为我父亲 读书特别好 然后 因为飞扬人是这样的 飞扬那个时候的人 非常喜欢考大学 往天津 然后我父亲那时候 就想考南开大学 为什么呢 像我爷爷 他是在天津学的一 然后赚到钱 回了山西老家 开医院 然后分阳 那个在 在这个民国的时候 大量的人在天津 所以对北洋 对天津 特别喜欢 然后 我父亲有很多同学 他考大学 都考出去了 当然不止天津了 我父亲是特别想考到天津 对他来说是考回去 嗯 等于回去 嗯 当然没回程嘛 那个 因为文革那时候 出生不好嘛 我觉得他也 一生比较压抑 压抑吧 这种情绪 他就比较波动 然后 对小时候 因为那个 分阳中学啊 他那个一面 就是那个城墙一拆 嗯 然后小时候 他经常带我爬城墙 爬上城墙呢 那时候公路外面 特别荒凉 就是一条公路 从山西往陕西 黄河边开的公路 公路再往那边 全是田野 田野在往那边 就是山 紫下乡 然后他就看那公路 看那来往的车 挺伤感的 嗯 哇 那你性格的一面 说你妈有影响很大的 就是你妈 我觉得你妈妈 平衡感特别强 我老觉得 我妈就比较务实 嗯 我爸还有点那文人的 患个患事啊 挺心上的 对对对 我妈妈非常务实 我妈妈 我妈给我们讲故事嘛 她以前我妈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是在那个 文革时候 是在那个武装部 武装部呢 那时候她是那个打资源 然后后来呢 她就觉得 因为我们家 那个我妈妈那边 穷亲戚特别多 就我的几个姨妈啊 你看我大姨有九个孩子 生活特别艰苦 就靠那点 那个 挣公分什么的 免香糊口 我妈就很务实 我妈那怎么办呢 就那时候物资匮乏 我妈就想办法调工作 调到糖业烟酒公司 就有物资啊 然后你最起码 那时候物资是什么呢 比如说春节的时候 能买到白糖 红糖 能买到烟酒 这就是很 就觉得很有保障生活 那我妈觉得呢 这个大家庭需要物资 她就调工作呗 就调到企业 调到糖业公司 她一直是这样的 你刚才说你现在这两年 一两年前开始觉得贫倦吗 或者说想卖一下吧 为什么呢 就是年龄的原因还是 还是你刚才工作二十年太强太大了 我觉得一方面是我是 如果从我拍第一个短片 95年开始 那时候开始到现在 创作没有停过 围绕创作的这个各种活动 写作也没有停止过 整个生活内容 就是被这个自己喜欢的工作填满了 然后长时间在旅行 在写作 在拍片 特别是拍片 你要想保持一个稳定的拍片量 就那个工作是不能间断的 因为你写剧本好几个月 写完看景看演员 建筑拍摄 拍摄完去宣传 宣传的陌生就开始写剧本了 我这个二十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一步接一步 一个事接一个事 那最近两三年呢 就觉得觉得太挤了 过去那种生活太单调了 也不是累 就觉得单调单一 那个朋友圈呢 他也在变 因为你总在工作 最后朋友都是工作的伙伴 那另外一部分朋友就被忽略了 然后另外一种生活也被忽略了 这两年就特别想回到过去那种生活 我过去生活是什么呢 就是街道上的生活 就我记得那个就是大学第一年高考没考上 那一年的夏天我特别高兴 因为那时候考不上 考上考不上无所谓 但是因为不上学了嘛 那基本上就是上午 比如说去一个同学家聊聊天 中午回家吃饭睡个午觉 睡起来那种体力之充沛啊 非常非常那个舒服 然后就上街 上街之后呢 先我有一个朋友是那个配钥匙 先在他的摊上聊半天 喝茶聊天 然后另一个同学 他们家是在那个邮局啊 卖这个图书 卖那个杂志跟报纸的 去人家家里给那个摊上给看摊 为什么就看那些杂志 每天都是最新的小说啊 那个各种各样的什么收获 当代啊十月 这些杂志都有 去那读书 等于是我一图书馆 然后读一阵呢 这个天快黑了 这个朋友就开始聚了 那我的朋友还有干嘛呢 还有在教堂里扫地的 然后那个朋友 我将来如果拍电影 特别想让他拍进去 你想八十年代末 我们没有人去过香港 他也没去过 但他是一个香港电影迷 因为迷香港电影呢 他就研究香港的那个地理位置 他能准确的给你把香港的那个 画出一张地图来 港岛在哪儿 九龙在哪儿 然后尖沙嘴在哪儿 然后那个尤尖旺在哪儿 尖冬在哪儿 因为那个黑社会片里都有这些地方 等我后来去了香港 我发现他说的没错 非常对非常准确 然后他还跟那个香港的神父通信 非常传奇 就特别舒服 然后就大家晚上一起去看电影 然后如果县城里有那种演出 就看演出 看完再去一个朋友家 打麻将 然后回家睡觉 就是我觉得很怀念这种生活 是活着 跟人在一起 那你现在想想 为什么这二十年的有驱动力 到底是什么呢 你可以不停的 再往下 一步接一步的 一件事接一件事 是表达了欲望吗 还是说要获得 自我的确认还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当然一定是混合在一起的 就是首先我觉得是表达了欲望 因为 因为他总会有新鲜的刺激 就是诱导你 特别想把它说出来 说出来呢 我的载体就是电影 就用这个周期特别长的这个 这个工作来完成它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 你既然选择了一个职业 一定有想在这个行业里面 获得确立的这样一个欲望 因为它代表着你逐渐好转的 工作环境 工作条件 然后 它一定是混杂在一起的 包括你 我觉得我们现在都聊过 你对中国社会情绪的变化 从95年到现在20年 这个情绪发生了好多 好几次特别戏剧性的改变吗 我觉得 我很难再回顾那些戏剧性改变 我觉得 从总体来说 就是最大的一次可能是拍三峡好人的时候 因为这之前我觉得还是 属于总体上对中国社会是一个乐观的 很乐观 因为你会觉得 社会出现很多矛盾跟问题 包括那个时候 我2006年的时候贫富分化也开始加大 然后 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变动 还处在一个大的变动的感觉里面 这个变动 我们当然都希望它的结果导向一个好的未来 包括思想变动 也包括因为那时候网络生活开始普及 大家能 那个时候 你也能在网络上公开的讨论很多 很多今天已经很难讨论的问题 民主的问题 自由的问题 对真正的中国历史的一些不停不断的 这个修正跟新的材料的曝光 然后 但是我拍三峡好人 那个时候 越来越失望 因为我觉得 真的你去深入到那个长江流域 长江地区 你会发现社会 对我来说 首先就是这个呈现出社会的固化 就是其实社会没有那么大的流动 大家就是从一个艰难的生活流动到另一个艰难的生活 它是固化的 就无非是从重庆长江流域到东莞去打工嘛 对到东莞打工 生活有本质的变化完毕没有 然后 这种阶层利益的固化挺触目惊心的 我们去了那个 去了那个凤节 我去的第一天住到酒店里就满天的那个焰火 我们开玩笑说 哎呦欢迎我们到来放焰火这个城市 我原来是一个老板的儿子过满月 然后满城放焰火 但第二天一去老城 很多家庭比山西人要差 为什么呢 就是山西人家里啊 总有点家传 什么大仙桌啊 太师椅啊 这种像样的家具啊 虽然是旧的 清代明代的 但像样的家具 总有几件 然后到了那个凤节老城 就一个主椅子 家徒四壁 一些塑料袋 全部的家庭 然后那种挺触目的 就是就我觉得让我那个时候思考这个变革 就是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变革的幻觉里面 就觉得这个八十年代七十年代末 这个变革还在进行中 其实它呈现它已经固化了 它必须用一个新的变革来取代上一次变革 可能才有质的变化 那那一次是特别的特别的让我吃惊 对 然后所以到《山下好人》那个电影剧本在一边拍一边改 最后其实两个故事就是讲 现实就是这个样子 个人该怎么选择 对 各个 就是最终个人还是强调一个个人的 有选择的自由跟权利 对 然后另外一次呢 就是最近这一两年 最近这一两年呢 是你会觉得 就你比如说我在这个 我在我的工作中遇到的 这个来自公众的这个压力 或者说来自公众的这个挑战 其实归纳起来就是三点 第一点就是说你是不是 到底是不是在取悦西方人 你是在给外国人拍电影 然后获取你个人的好处 第二点就是市场经济的煎熬 就是说你电影没人看 你的电影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你是一种一种 脱离大众的一种自私的电影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就是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要生存 那我在这个过程中 我越来越成为一个受商业世界欢迎的人 我每年拍大量的广告 那么正因为这样的话 你是否商业化了 商业化是否是一个污点 然后商业化本身是否 就又跟第一个问题结合到一起 就是你是否在出卖某种中国的现实 跟跟一种底层人民的生活 来获取你的一个衣食无忧 就这个这个是一个老问题 这个老问题 我我我觉得 当然我一直比较正地面对它 因为没有一个意识工作 不是被人谈论的 除非你的电影的确是没人看 那可能引不起人的讨论 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 就说比如说 遇到的娱乐媒体的记者 其实都九零后了 他们的思维模式是一样的 这个就让我非常非常失落 所以我今年这个五月份 在甘纳领那个每一个奖的时候 我就讲 我说我刚拍电影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有激情 我觉得电影可以改变世界 但现在我觉得世界改变得太慢了 二十年了 关键你三代二十年算三代而已 七年一代嘛 以前算是三七二十年 三代人过去了 思维模式没任何变化 我们四十五岁有生之年 你已经看到三代人 是同一个思维 甚至模式还更封闭了 比九成代更后期的感觉 我觉得是持这种观点 他更自信 因为他拥有很多资讯 他也能出国走一走 他亲眼看到 哟 老外怎么这么喜欢你电影 好 你就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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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卖这个 去取悦西方人 对 就是这种 这种观点 他更自信 挺可悲的 我觉得 就是还挺有点困扰 有点困扰 有点困扰 对 情绪上 真的会有点困扰 不会大困扰 就是 就是它是一种 不是具体 这些观点会困扰 是这些观点 所呈现出来的 中国大众社会的 思维模式的改变的缓慢 和思维模式的固化 对从事创作人来说 是挺悲观的 一个事情 对 它不是因为个人的问题 不是困扰吧 也是你要面对的一个现实 对 这个现实本身 它最终是 这些东西怎么有效的作用于大众 因为创作者最终你 没有人 不思考个人跟大众的关系 你的一个请述的对象 是大众啊 大众的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它可能会提供给我新的讲述故事 拍电影的新的灵感 来跟这个大众社会 对那个 这个交流 来互动 但同时 它对 你必须调整自己的工作 对 甚至可能 触及到 我强烈的想拍一些电影 比如我 这个《山河固人》完了之后 我就开始真的想拍那个晚清的那个片子 在清朝 在清朝 因为 因为在清朝涉及到的很多问题 其实是中国社会最开始转型的时候 所遗留下来的这些基因 怎么到今天还发生作用 嗯 比如说《义和团》运动 对 它怎么在今天 就是 就是 影响我们始终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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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好怎么 跟国际社会打交道 怎么作为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 和独立的个人 平等的 就是不带负担的去 去融入到世界 融入到 因为今天我们不可能面对只有中国人 也只有中国 特别是 你就做一支手表 你都要跟瑞士竞争了 你就是做一瓶酒 你也要跟 你要去参加这个酒的博览会 就这些东西 我觉得 它从晚清以来 都没解决好 我在写林经长起超 它就代表整个19世纪 往20世纪前夜 那个转型 就所有的困难 困境 那时候都出现了 我们都没有好好的消化 甚至我们现在看它 没有他们那时候远的 其实 现在问题就是说不允许你有一个契机去消化它 因为消化必然是在思想领域 公共领域展开 展开就是多角度的畅快的这种交流 但我觉得我这几年有一个改编 就是说 你比如说我拍站台 其实是从1979年拍到1989年 当然它背后有中国政治的 普通人带来的影响 但基本上是通过流行音乐 通过流行文化 通过流行文化 这么一个角度 然后来曲折的 心照不宣的 来讲这段故事 但最近这几年 我觉得 我不想这样去做 因为我觉得 中国文化目前 我不敢说别的领域 电影领域 呈现中国的社会的现实 还有历史的时候 最缺的不是赢毁 最缺的是坦率 如果赢毁长了 打仰一贯了 这个文化它会有问题 对 所以这一两年 我就是从天注定开始 我告诉自己 就是直接坦率 这个片子拍完 遇到什么命运 就让它去经历 但是作为创作者 不要再搞寒沙摄影 各些烧痒 各些烧痒 影域 这个转变点是怎么发生的呢 转变点 转变点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 大的转变点 是在构思天注定的时候 因为你作为一个作者 在写剧本的时候 肯定比如说 面对这个 这些暴力事件的描述 因为我 我对那些暴力事件 发生过程中的细节 有充分的想象能掌握 但是有两部分 一部分的就是说 如果你想 你想所谓打一个擦边球 那自然如何处理这些暴力场面 变得非常关键 另外一方面 它也跟整个整体的公众 对暴力性电影的一个理解有关 就人们一般理解 就是严肃的讨论暴力问题 应该去回避 虚化那些暴力 不要去描述那些暴力过程 那时候我就变得非常犹豫 对于落比的时候 我是应该用一种 更为双方面安全的方法 在中国内地政治氛围里的安全 还有对 对不要触犯观众的 一种回避性的习惯 就两方面去顺应这个呢 还是说我就去写 后来我决定我就大大大方去拍 因为我觉得你在讨论一个暴力问题 不让人看到暴力的细节 暴力的伤害性 那怎么讨论啊 因为电影的工作就在于描述 它不是讲一个空的故事 所以通过说发生了一个什么命案 然后我们之前之后来去描述 那电影最可归的就是说 它让你知道这个暴力的过程 让你观赏之后 你知道它的破坏性有多大 对 对 我由此引发了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过去创作中 整个中国文化里面 这种含蓄 是不是适用于所有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这个题材 对 那有些人会把这种回避 不坦率 用一个包装就说 我有很多留白 对 留着呢 留着都成白开水了 你留成白啊 你根本什么都没有 你糊弄什么 对 从那个时候我开始觉得 它是一个双方的 再一个呢 它也构成了观众 就是一种 一种很奇怪的一种 观看电影的习惯 就是拆雅迷 就是拆雅迷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它忽略了 或者说没有没有关注到 整个这个叙述过程中 一种情感的带入 因为它变成是一个智力游戏 就拆 哎 导演这个地方是不是 我觉得我最受不了 是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人的 学者写的文章 她说我世界的时候 有一个镜头是女主角 就照她拿一个服装袋子 她就一直研究那个服装袋子 那个品牌 我为什么要用那个品牌 应该是宝兹的一个袋子 分析了一篇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偏了 这个不是一个雅迷 当时美术道具部门 就准备了这个袋子 也没什么问题 就用了 那个宝兹这个品牌 跟整个世界这个电影 没有够不成任何的寒意 跟隐身的这种隐喻没有的 那后来 你看你 我上次看到一个采访说 你准备拍冬夜归舞的小片子是吗 我自己不拍 我是那个监制 就是我们投资拍的 为什么选择她呢 是我的合伙人是她的书名 特别喜欢她小说 我都没怎么读 然后她喜欢就买了 那回到你说 现在这种环境让你对在清朝更有兴趣了 因为这个片子也 你也想大概几年了吧 六年了 差不多六几年 有这六年期间 你对这个概念的想法改变很大吗 六年前想在清朝这个事情的时候 是什么想法 现在又是什么想法 应该说是更清晰了吧 就是是对她跟 就是站在今天这个时代 为什么要讲一个晚清故事 就是说以前懵懵懂懂的一种 来自于资料收集 我资料收集有点有意思 我一开始当然是看那些通俗的流行的 关于晚清的著作 但我后来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宝库 就是地方制 对 然后地方制呢 其实挺难读的 挺难读呢 但是很多地方呢 有那个地方制那个 比如说这个通讯 它都是一些地方学者 历史学家 就是历史爱好 他们写的那种通俗的文章 哇 我读的非常过瘾在里面 因为就是 它填补了很多 那个年代的生活的细节的 那个描述 那个描述 文史资料之类的那种 文史通讯啊 资料这些 然后 然后 我看到过一个照片 是在 镜中地方制里面 是大寨曾经有过一支武术队 那张照片非常好看 在那种 标准梯田 背景是那个梯田 前面一六精壮的文革汉子在出拳 非常好看 对 虽然它不是晚清的 但是能把你的那种 对 就现实那种 魔幻性 超现实性 带给我很多这种 扩散性的思维 那那个时候 六年前是懵懂的一个 朦朦朦朦朦一种历史兴趣 对那个 特别是废除科举 这个历史阶段 给知识分子的命运带来的这种 这种 这种 瓦解 还有很深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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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趣 但这几年呢 我觉得更多指向的是 就是更多清晰的是 就是今天的社会氛围 今天的 公众的意识跟 这个故事之间的关系 嗯 我觉得 公众如何被操控 然后 操控公众的人如何失控 就面对公众的时候失控 这些东西 特别有趣 对 这里面有 有没有那些部分让你 特别困扰想不明白的 想不清楚 有很多悖论 有很多悖论 会有 会有很多悖论 对 你比如说 就是 就是 觉得在在清朝里面就是有一个 宪官嘛 有有一个县官 他其实也是一个 就是 刚刚 科举 硬实 就是 重磅的一个人 重磅的一个人 然后他 他自身 一开始这个地方 因为废科举形成匪患 好多 就是 就这个 有一些这个科举 废科举之后 没有出路的人 就落草为扣了 然后 他一开始 挺理想主义的 他真的想剿匪 然后后来 他慢慢的发现 这个 剿匪不能全剿 因为他的财政收入 都靠这个剿匪 来那个 上面来 有很多 额外的那个 对 维稳的这种 拨款 然后 逐渐的在这个过程中 他那个内心一会儿 倒向 同病相连的这些举人 一会儿又倒向 那个 一会儿又倒向 那个 就是 他所理解的正义 就这里面 其实 也是我的一个困惑 就是 会 会这样摇摆 我就把这种摇摆 放进去 我觉得不摇摆 反而怪了 就让这个人非常摇摆 好 那么这样的 比如说 外面大的这个 收入环境 电影业 尤其在市场价值上 在这些曲面里 突然膨胀的 无比之大 这个事情对你来说 一个从业者 造成的影响大吗 对我本人造成的影响并不大 因为我这个十几年一直在一个固定的循环里面保持一种就是良性的一个循环 这个市场它再大或者再小对我这个循环都没有太大的影响 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呢就是这个这个产业它的确是处在一个迅速的一个衰亡的过程中 不是这个产业就是我们我喜欢电影时候的那种电影 对电影也还在工业还在这个电影还会红火下去 但是我事实上我们喜欢的那种电影已经在消亡没落了 它的确是在没落 包括观众年龄的低龄画 包括这个一幕世界的低龄画 一幕世界的扁平画 它是它不是创作者主导变成这样 是消费者主导变成这样的 有力嘛就趋力所以创作都跑向那边去了 这个而且它是个全球性的问题 你像美国很多好的导演现在都都在给HBO拍戏 因为电视台的观众的年龄层相对高大一些 所以在在在在HBO那种电视电影里 像索德伯格什么都在为HBO拍戏 就在HBO的电视剧里面还可以过去我们喜欢电影时候 那种电影还有一些观众 但是在那个终端的这些实体的影院里面 的确我们喜欢的那种电影观众在消失的很厉害 非常厉害这个没有任何个人可以回天 对有点像有时候我跟同事开玩笑 我说就像金剧没落一样 梅兰芳都挡不住贾良科也挡不住 它最终是一个个人的命运 当然我喜欢这种电影还会继续拍 但是它在终端的那种存在已经没有了 这是个现实已经没有了 那对你个人来说你的回应它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接受这个命运然后坚持自己要做的事情 就这些还是说有别的回应方法 我自己觉得是应该留住固定的观影者群 对这个应该从终端上着手 就是说从中国的角度来说 就是没有固定的品牌效应的这种艺术电影院 那固定的人群他们聚集不起来 所以它变成个恶性循环 你比如说在欧洲情况会好一些 是因为欧洲的产业政策 包括有很多电影院 他们是固定的艺术电影院 经营得非常好 就他们不是靠理想在经营 是真的能收到钱 收到钱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它长期的一个稳定的观影人群的聚集 就是说你只要 你比如说我去巴黎 我就去那个 就去那个彭毕都艺术中心 旁边有一家小的MK2的电影院 我每次去出差我也不看广告 但是我出差晚上我肯定去哪看 因为肯定是放我喜欢的电影 那种类型 就它是几十年不变的 而且在法国或者在德国 都有充足的片源 让它能够365天放同样一种类型的影片 国内就是这方面就没有了 原来你不是想见这个 我现在还想见 所以我觉得你也不能就是那么消极的说 只是坚持自己的创作 我觉得还是应该产业政策的改变 这个产业政策最主要的一个缺陷在哪 中国不允许私人公司进口电影 进口电影有配额 所以那个进口电影的权利呢 都在国影公司那里 然后这个配额呢都批篇批进来的 都是就同一种电影 好来自电影 如果比如说能够自由的 每个公司都能自由的进口电影 那那个你比如说中国的艺术电影 你没有法国电影 没有日本电影 韩国电影 欧洲电影 这种美国独立电影这种支撑 中国哪有那么多好的艺术电影啊 没有 顶多三十部 那你一年都52个星期呢 你肯定是不行的 你刚才说这一类电影的那种衰落 你跟那些更年轻的 比如现在三十左右VP导演接触 年轻人 你觉得他们愿意延续这个传统吗 还是基本上都一样 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 大部分是不屑这个传统 大部分人觉得你们是一些落伍的人 跟不上时代变化的人 对 但是有一些也特别好 特别好呢就是因为成长的环境不太一样 意志力不够 意志力不够跟媒体系统的关系 你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拍独立片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哪有钱收啊 也没有钱收啊 你拍个小三回家 哪有钱 没有钱收 但是你能得到一个 首先你的工作可以通过媒体系统介绍出去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刚拍完 就那种大学历给朋友看一看 报纸都会有介绍 说有一个电影像什么 就你整个整个最起码文化界 新闻界还是 对这样的创作抱有一种支持的态度 到今天媒体系统争辩了 你钱花不到 没有人的意思 他会笑你 而且现在媒体都是两套话 然后那个他要是需要你的时候 他会说我们是一个特别好的媒体 我们拥有多少读者 我们怎么严肃 我们怎么有水平 他要拒绝你的时候 他是对不起 我们也是一个公司 我们也是个经营者 真的不好意思 所以当他说他也是个公司的时候 那好吧 那就 所以大部分 对更年轻的艺术电影导演 他们作品出现以后 媒体都抱一种公司的面孔 对待他们 对不起 没有读者 没有点击量 我介绍你能有几个人看吗 那我不费力去写你 所以更年轻的导演 面临的是这个孤独感 就非常孤独 我觉得 我觉得我特别幸运在于 我在我起步的阶段 不孤独 来自各个领域的支持 我觉得这个是 增加上那个时候是 网络刚刚开始有 我记得那时候 那种BBS论坛刚兴起吗 你每天上网能看到大量的 关于小五啊 站台的那种评论文章 很长啊 那时候人很爱写的呀 对可不是140个字啊 一篇文章就出来了 喜欢的不喜欢都是一篇文章 最起码那个态度那种热情非常让你陶醉 今天的年轻导演没有这个环境 所以他们的孤独感我能理解 比我们那个时候要更强 所以随之而来的意志力就是一个问题 嗯 其实真是我觉得那段时间挺迷人的 嗯 因为末一就到 20405年之前 有那么一段 我觉得社会是蛮开放的 而且对一种高级文化有向往 嗯 现在好基本上就不向往了 最起码有好奇心 对 而且那个时候也能原谅很多东西 你比如说那个时候 独立电影的技术很粗糙啊 然后甚至有时候 这个因为那种录像带转来转去模糊啊 大家都能够都能够忽略 能够认识到这是个新的东西 它有可能性 今天就说你 就变得是你一开花必须已经是硕果 那个那个那个萌芽 嗯 没有人能有那个远见能够关注到看到 对我觉得这种审美性的堕落 简单化 对 嗯 那比如说 这有 比如说 你说这二十年等于是像一个 也像某种意义上的节点一样 嗯 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嗯 你对你这个新的阶段 你有没有某种期待呢 比如说除了放松 回到你属于你的朋友的关系里面去 还有什么更新的期待呢 我觉得因为从我个人的创作来说呢 我能预见到我在未来都不会遭遇太多的困难 特别是从前的角度 这个的确是不困难 这是应该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想未来把几件我想一直想做的事做起来 对我一直想做艺术电影院 其实三年前有一个最佳的时期 我们所有的东西都OK了 但是我那个天注定不允许公演 我们整个 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连地铁的硬广的费用都付了 但都等于是这个投入全打水漂了 所以那个计划都取消了 我这一两年想重新起工这个计划 先在北京上海做梁家 把它慢慢做起来 看一看 还有呢 还有 还有 创作本身呢 创作本身 最想拍的 最近最想拍的历史题材 对 就是这个晚听完了还有一个49年的故事 放松会 这两个的确是想拍的 因为这两个都跟今天我个人的思想状态密切相关 这里面有什么困境吗 创作本身上或者思考上 思考上的困境已经过去了 因为都是筹划了六七年的计划 资料收集 那个反反复复的这个创作核心内容确立 这个过程已经已经过去了 对 如果说大的困境的话 还是就就历史题材本身它的投资规模一定要大 因为你要回复那个时候的现实 投资规模大意味着你必须在现有的市场里面有一种办法 能够有效的合理的回收 那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怎么跟大众社会打交道的问题 这个的确是 你比如说有一些硬性的条件是好满足的 比如说在清朝可以拍剧目 MX可以拍3D 3D版 这个都好解决 但是更深层次的一种结合 一种打动它们 这个还是要再想得细一些 多过这20年你等于是跟国际电影业的交流特别多吗 你觉得整个世界来讲这个行业的变化是什么呢 大的潮流 大的潮流还是观众的第一领化 嗯 这是最大的一个潮流 观众的第一领化是就是 因为电影一直是吸引年轻观众的 就是年轻观众在全世界都是主体 然后他们娱乐新的娱乐方法 生活方法对他们精神世界造成的改变 带来了他们对荧幕世界的一种新的期待 比如说他打游戏长大 看卡通长大的 他是在网上跟人互动长大的 他们的精神世界里面的视觉形象 跟人这么不一样 你比如说现在那小女孩 那个说话都像那个樱桃小丸子的配音 对他眼睛里面看到的视觉 比如说我们看到群山恶水 我看到三星的山就兴奋 我觉得真美 他们不瘾 他们可能看到个什么玩偶 一个什么公仔会兴奋 这是他们的成长 带给他们的一种视觉的世界 精神的世界 这个世界直接决定了电影 主体的电影工业的改变 然后适应他们去转变 这是全球性的 那你说这一代人他们的创造力 会以什么方式表现呢 我们是阅读文化 或者说那种相对古典性的文化成长起来的 我们是有这种创造模式 然后他们是在这种 你说公仔也好 卡通也好 他们会想让他们自己对应的创造力模式吗 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东西 我也很难想象 但是我觉得一定是 如果从良性的想的话 我觉得他们的未来 他们所创造的文化一定是互动性非常强的 他着重互动感 他跟我们单方面阅读观看 就单方面接受信息 自己去消化 自己去成长 这个模式是不一样的 他们未来创造的某种艺术类型 我觉得互动性一定是最强的一个特点 也很难说好或者坏 因为是他们的世界 但是我觉得也看人的成长 因为我觉得世界总体上 人的生活模式没有太大改变 你说过了看电影的年龄 比如说他到了二十五六岁 他得恋爱 要生孩子 要结婚 要有房子 他父母也会老起来 他要出差 他要接触社会现实 这个之后到他们三十多岁时候 他们还会是过去那样的一个精神空间吗 我真的没这个经验 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不会 也会改变 也会改变 就是我说的那个 我们要维护好一个固定的群体 也是说 比如说今天喜欢这种电影的人 他们可能四十多岁 那会老吗 那么到了十年后的四十多岁的年轻 我们应该让他们还有机会看两个电影 因为一代一代的年轻人 他可能在变 但是也会变成真年人 也会变成有些生命经验 就不能失去这个场所 我觉得不是那么悲观 就是说人会成长 人会成长 只是到了他狂热的消费 过了他狂热的消费文化 跟电影的那个年龄了 他最狂热的时候 十七八岁到二十五六岁 所以那个阶段目前看来就是 就是怎么样子 就是怎么样 包括你跟这个电影公里 电影院接触这个二十年时间 其实也是 背后毕竟是一个中国 是一个背景 中国等于是在世界上的呈现 就是变得非常大的戏剧化变化 中国就崛起了一个事情 可能九五年九七九八年 中国还仍然是个不那么重要的一个存在 现在中国存在在世界五年上变得那么重要 就是明显重要嘛 这种变化你怎么观察这个变化 或者它对你的影响是什么的呢 这种变化我觉得 我最初感受到了就是年轻一代的那种 民主主义情绪的高涨 对然后 就是这里面呢其实最主要一个问题 就是还是一个灵魂的一个独立的问题 就是说大部分这样的孩子 他们他们的思维模式 还是一个国家主义的思维模式 对他们忽略了人本的东西 就个人在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总说经济总量 那这个经济总量让他们激动跟沸腾的时候 他们完全无视 比如说贵州昨天三个小朋友自杀 五六岁小孩家里头父亲打工了 妈妈跟人跑了 老人养不起 那么小的孩子五岁最小的就自杀了 他们对这种事情完全是忽视 对因为他不是个个人主义者 他是个国家主义者 就最近这些年奥运之后 培养了大量的国家主义者 这个是挺恐怖的 08年其实是个转折定 08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定 对我在多伦多跟人吵过一架 因为我在多伦多放我的天注定的时候 就有中国留学生站起来 直接就批判批驳 说我们的国家是存在这些问题 但是你为什么不去拍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那个 你为什么只拍这个 你为什么只拍穷商品 为什么利了没矿你会死 这个我觉得就是挺悲哀的一个事情 就是最基本的一个个人主义 没有受到重视 你个人呢 就是有时候 比如我们是同爱人嘛 然后我们都会特别精叹 比如过去两年 这个高度浓缩的生活呀 包括你今天得那个奖 45岁的终身成就奖 是一个算特别年轻的吗 还早 就这么多的认可 在这么年轻的时候 好像都已经完成了 这东西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那你更镇定了 我觉得对我来说 应该让它变得更自由 对 因为变得更自由的话 你工作价值才真正有价值 对 所谓更自由 就是说 既然已经有那么多的肯定 鼓励 就是说 自我认定的阶段已经过去了 对 应该是进入到更自由的 不怕失败 更自由的一个阶段 但你自己好像一个是挺自由的吧 内心挺自在的一个人 至少给我的感觉 所以我很早看你的东西 帮你跟别人接触 这种自由 我觉得它可能是 比如说是从生存环境 生存体验发展过来的 但是我觉得除了具体的 过去是一直在保护自己这种真实的生存体验 在荧幕上不要打折扣 是这样体验就这样去呈现 那么下面的 我所讲的自由 可能它涉及到的不仅仅是这种生存的体验 可能会有更多的 比如说幻想式的 然后更多的历史回顾性的 历史性的 然后超越你的一个个人经验 做一些这样的工作吧 对 因为你一直去把控个人经验 也有某种安全感 因为是你自己判断过的经验 所以以前1949在清朝是很典型的 有新的自由的一个插入 对 而且我刚才说想尝试一些别的经验 比如说我特别想拍《蒋经国》 我想拍他 我想从苏联拍起 一直拍到 我觉得这个人的转变 是我经验之外的 但是我非常有趣 对 他也是我制片能力之外的事情 让我未来可以去试一试 能不能拍到 为什么是《蒋经国》 因为我觉得你看他的成长跟教育 包括他在苏联社会那么结婚 然后当车间主任 那么深的融入到那个文化里面 然后他回国 回国之后面临中国的这个乱局 然后他有他跟他父亲的血缘的关系 他也有他过去的这个作为一个共产党员 他的他的很多价值观 他怎么样逐渐变成他 变成他也有过他威权的时刻 也有他放下威权的时刻 我觉得最终他 我读到一个东西挺感染我 就是他去美国演讲被打了一枪嘛 就在那个沙沙候选 对 他就讲他说我 他自觉自己以为特别爱台湾人民 台湾人民为什么要冲我开枪 就这里面就是有一个某一种 你处在某一个位置的一个盲点 就是说自我认定跟跟跟事实上的你是不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一点让他觉得自己无所谓 其实很小 自己很小 就我觉得他这个充满了 他带来了中国近现代历史 就是他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进化 虽然只是最后一刻 而且最大的一个挑战在于我并不是台湾社会的人 我也不是民国时候的人 我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 既然我对他产生了兴趣 我觉得他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安全的地方 但是我想拍 可能拍成一个四不像 可能俄罗斯人看了觉得这根本不是我那个时候 可能台湾人看了说这大陆傻逼拍什么呢 但是你既然对这个人感兴趣 是不是可以拍一拍 这才好玩 我特别感兴趣 我上次去台湾特别想约就刺杀他那人 还活着吗 住在台中还在 对 特别有趣 我觉得他这个被低估的二十世纪的巨人 因为那个格局小 我觉得他重要性比李广耀重要 对我觉得就是在中国文化里面 如果我们身处中国文化 会知道他的转变太不容易 嗯 太不容易 嗯 是 真好 你刚刚说蒋公共这个太有意思了 感觉是一个挺自由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说自由拍就是因为我知道很有可能把它拍成个四不像 因为都是我经验犯的外 对但是可以去尝试 嗯 有哪个哪些导演你觉得他们是特别自由的 全世界的 格达尔啊 格达尔 我觉得是他真的自由 随意自由 无所谓 无所谓 直到现在还是 嗯 方知你肯定行的 你身上有这个劲儿 但的确有可能拍成四不像 嗯 有可能拍四不像 但特别吸引我 我觉得这个人 他不复杂 但是他的转变挺痛的 我觉得他蛮简单的 他自我否定 他能自我否定 太太牛逼了 我觉得 政治人物最难的是自我否定 行 差不多 好 很开心 无关键 我觉得你最后这个太有意思了